健身房来客树寥寥无际 险见疫情对业者冲击之大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降级 客流人数也提升到50% 但有些设施依然受到管制 暂停开放的话也是依照政府规定 我们没有开放淋浴间 18时针74还有烤箱跟置物柜这样子 健身房业者配合政策 顾客的消费体验大打折扣 业者推出应变措施 开放民众办理请假手续 但也有健身房和顾客 反而因此产生合约纠纷 能不能继续请假成为运动族群 有闲关注的焦点 有消费者来跟我们讲说 他们是加入会员 那现在政府为解封的情况之下 到底要不要去办理请假手续 请假期间到底要不要继续缴月费 或手续费消机会给出建议 消费者的使用还有限制情况之下 合约不能正常旅行 这个时候应该让合约暂停为宜 至于合约如果要继续进行 要这个时候提前恢复它的效力 应该是让消费者自己决定才对 行政院消保处日前也有说明 目前已经跟体育署达成共识 到8月9号前如果会员请假 业者不能收取任何月费 而面对健身房会员请假议题 消机会也提出呼吁 大家在这方面多替消费者想想 消费者在这个叫做二级三级警戒 还没有解除之前 应该让契约暂停 让消费者选择要回复效力的人 去办理手续 我不要让不想回复的人 要去办请假手续 在呼吁消费者权益的同时 健身房业者也有诸多无奈 目前国内疫苗覆盖率不高的情况下 多数民众选择观望 健身房业者面对民众请假困境 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还是比较希望说会员 就是多回来运动这样子 这样保持比较强健的体魄的话 其实也比较好可以防疫这样子 人间卫视正名城陈宇轩 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